- 歡迎收看NBA - 什麼? - 救生啊 你什麼? - 薇薇今天要改 - 薇薇就想說最後一集看我們的默契 - 再一整年下來有沒有進步? - 答案是沒有 - 哈哈 - 好了沒關係 - 沒有重來不用重來 - 我們就這樣直接下去好不好 - 好 薇薇今天這個 - 其實我覺得我們最常搭欸 - 真的嗎? - 我覺得感覺 - 第一集是跟你 - 對啊 - 緊張了要死 - 對 - 但是我覺得你後面越聊越開心 - 然後我覺得你的勝率也表現得非常棒 - 還好還好 - 對 一整機下來我覺得蠻佩服的 - 就是說真的可以當分析師不簡單 - 要不然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分析的一些撇步 - 要講很長嗎? - 不用講很長 - 就是關鍵 - 對 - 關鍵喔 - 我給你20分鐘 - 哈哈 - 20分鐘還可以 - 對可以是嗎 - 大概提點一下這樣子 - 最重要的就是那個 - 你的心法 - 什麼心法? - 心法就是你必須要把自己當作你的球隊的教練 - 比如說你今天是要分析胡文隊 - 那你是胡文隊現在教練 - 你就變成Vogal - 你這一季要怎麼安排 - 因為82場嘛 - 你不可能從後衝到尾 - 然後比如說你客場 - 這個想法真的沒想過 - 客場打六連戰 - 那你的球隊預期的目標是哪幾勝 - 哪些比賽你想拿下來 - 一定要拿下來 - 哪些可以就是後面沒有機會就放替補 - 練兵 - 原來如此 - 我太晚問了 - 早知道技術就先問了 - 我現在勝率可能就不會under五成 - 我搞不好八成 - 所以比較複雜的是 - 你要當自己是三四支球隊的教練 - 教練 - 就是你今天分析的這兩支球隊 - 你就要想這兩支球隊的心態 - 會是什麼 - 然後你要每一場都跟 - 就像比如說 - 你們可能是有錄影 - 或是有分析才會關注這球隊 - 那我們可能是每天都看 - 每天每一場 - 每天每一場 - 就算你不洗得出來 - 不推出來 - 你每一場都要看 - 所以你今天打了十一場 - 你十一場都會看 - 都會看 - 哇塞 - 這個真的是太專業了 - 果然說我們最專業的分析師 - 韋哥 - 好 那今天我就要跟韋哥來 - 好話來討論一下了 - 這個也算是我們已經到 - 例行賽最後的尾聲了 - 然後呢 - 在今天呢 - 這個我們也是要分析三場的比賽 - 那先來看一下 - 喔這挑這三場其實都還蠻有話題性的 - 東區先來 - 好不好 - 克里夫蘭騎士隊 - 對上 - 籃網隊 - 喔這布魯克林籃網 - 在近期來講呢 - KD 跟 KF 會得非常不錯 - 那所以這場比賽呢 - 開出來的是籃網主場量6.5分 - 然後總分是228.5 - 您怎麼看 - 應該是壓籃網比較好 - 6.5分欸 - 對 - 因為現在這個附加賽 - 主席對於附加賽很滿意嘛 - 他覺得附加賽殺成這樣 - 他覺得收視率有保證 - 所以現在目前東區附加賽也是殺成這樣 - 好像其實是第七嘛 - 籃網第八 - 對 - 所以明天贏了兩隊戰績好像就贏 - 對 - 然後籃網有優勢 - 就是交戰的優勢 - 沒錯 - 所以他們會卡到第七 - 喔 - 那他們的目標就是這樣 - 可是 - 第七也有主場優勢 - 喔 - 加上只要打一場 - 打那場比賽 - 相對會熟悉一點 - 喔 - OK - 第七跟第八 - 雖然是他們要打第一場的play - 但是還是有主客場的差別 - 尤其是騎士這種球隊 - 他沒有主場 - 其實心態上 - 就是有點危險 - 對 - 新球隊嘛 - 沒錯 - 然後就是第一年打這麼好 - 雖然季末有點崩 - 對 - 然後這是心態面 - 然後另外一面就是他們的數據 - 就是Mobelie明天會打 - 但他三剛好 - 我覺得他沒有辦法全力發揮 - 對 - 然後主要是籃網 - 他們上一場打尼克 - 莫傑好像逆轉 - 打一個22分差 - 是 - 就是防守有拿出來 - 然後進攻也沒辦法打 - 然後Miles - 三分射手他也恢復 - 所以我覺得他們進攻防守都在提升中 - 就比較太好 - OK - 真的是專業的分析 - 我真的去發現說 - 你除了這個商兵名單的掌控 - 然後數據面的掌控 - 再來就是你剛講的心法 - 其實你有在想說 - 藍網隊用什麼樣的心態去打這場比賽 - 因為他目標當然就是希望說 - 能夠卡到第七名 - 然後在打Playing的時候 - 也有主場優勢 - 這樣比較可以順利的來進一級 - 好的確也是 - 東區現在藍網隊的這個近況來講 - 當然也算是蠻不錯的 - 而且其實基本上 - 不管他們是第七名或是第八名種子來晉級 - 現在前兩名的種子可能都會覺得說 - 如果對上藍網 - 那肯定是一場應戰 - 以現在看起來呢 - 熱火跟公路是排在前面的 - 那到底誰會來對上 - 第七名跟第八名 - 我們可以持續來看 - 那這場比賽呢 - 我也認為啦 - 我是純粹是站在 - 其實對近況沒有那麼好的 - 的這個角度去看這個 - 但是每一整季這樣分析下來 - 我每次看近況啊 - 連勝啊 - 然後都不準 - 真的是真的都不準 - 我真的後來發現說 - 其實真的你在那個 - 我發現心法蠻重要的 - 對對對對 - 就是說你看數據說 - 現在八連勝 - 然後過去無償比賽 - 得分都破120 - 然後開大分就壓大 - 那可能就另外一個重點 - 沒有把握住 - 就是你策略這麼多嘛 - 但是你比例可能放錯了 - 比例是這種 - 比如說像季末 - 你心態可能就要擺第一 - 那季出的時候 - 每個時間點 - 你這些策略的權重不同 - 你可能是偏向某一個地方 - 然後就一直 - 比如說擺五成的那個權重 - 那就這樣一路走到底 - 一路擺到底 - 我都認為數據是最重要的 - 影響到接下來的賽事 - 不是不能這樣子 - 數據反而通常都最厚 - 可能就佔個百分之二三十 - 對二三十 - 那前面的那個心態 - 可能佔的比較高的比 - 或者是開季期望 - 開季方針 - 或者是哪些球員要衝數據 - 那中間可以放 - 前後不同 - 明星賽前後 - 每個入程都不同 - 哇塞 - 這果然是我們大師 - 我們不叫你分析師 - 要叫大師 - 大師開始了好不好 - NBA Joe獲勝第二季 - 再來使用這個心法 - 看我們的勝率會不會提升 - 好 但這場比賽講回來 - 我認為其實近況比較沒那麼好 - 那籃網隊剛剛你講的原因 - 就是說Playing的順序 - 其實也影響到 - 能不能夠進行季節奏賽 - 所以我也是看好籃網隊 - 6.5分 - 在這家主場 - 應該不算太難 - 所以我跟著咱們的韋哥看好 - 籃網隊過關 - 好的 - 緊接著馬上進入到是第二場比賽 - 第二場比賽 - 同樣也是東區 - 也是兩隻 - 晉級季歐賽 - 球隊的對決 - 熱火 - 堆上的是 - 老鷹 - 好不好 - 這個是 - 陰火之爭 - 到底是要火烤 - 小鳥來吃 - 還是老鷹正翅高飛 -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盤口 - 2.5分 - 熱火隊在這家主場 - 讓對手 - 然後總分也蠻高的 - 229.5 - 將近230分 - 大師你怎麼說 - 其實這場比較難分析 - 剛才我還是比較喜歡挑熱門的 - 或是比較激烈的 - 因為老鷹其實這個排名也蠻重要的 - 鷹就是毛起來打 - 他們原本 - 然後東區第十吧 - 慢慢追 - 現在有機會再往前 - 境況也是蠻好的 - 這個最近10場 - 所以我會比較看好老鷹 - 為什麼 - 因為熱火我記得他們好像是確定東區第一了 - 對沒錯 - 現在在東區已經確定了 - 所以 - 阻力會部分輪修 - 他們好像不會全部輪修 - 會部分輪修 - 這是有可能的 - 因為剩下的比賽沒差嘛 - 就是第二名的公路應該追不上 - 上場時間上他們把替補 - 跟Duncan Loominson - 這兩個時間拉的會再更長一點 - 就是有點練兵為主 - 大概上場時間都是30分鐘左右 - 形態上面就是差了一些 - 就會隨著那個老鷹打 - 打快 - 然後這樣的節奏就會比較偏向老鷹 - 是 - 然後崔陽好像目前矛起來刷 - 什麼30分10柱公里的刷 - 一支連刷 - 然後他們的可用之兵其實蠻多的 - 狀態也都是還不錯 - 對 - 所以我覺得他們信心上 - 或者是他們積極度都會高一點 - 那最後可能就會壓過去 - 對 - 那我自己覺得 - 我覺得不能忘了一點是 - 老鷹去年其實打進了東區冠軍 - 對 - 對 雖然今年他們少了這個John Collins - 但是我認為其實他們在板凳的戰力 - 其實在東區裡面 - 欸 你可以排在前五的喔 - 以十之下 - 現在有可能打進季球隊的球隊 - 我覺得他們是在前半的 - 所以我認為老鷹隊在境況好 - 然後整體戰力有比較好的營養 - 我是沒有考慮到就是說熱舞隊的心態 - 這又是心法的問題 - 就是說如果我已經確定是東區的第一名了 - 那我不需要 - 我要保持健康 - 我要好好的來準備季球賽 - 或許這個Jimmy Butler啊 - 或是其他的這個主力的球員 - 或許會出現不出賽的情況 - 對 所以熱舞隊讓2.5分 - 其實也沒有到很多 - 然後但是老鷹隊在被讓分的情況之下 - 這個可能是 - 壓老鷹 - 好 我決定跟大師 - 好不好 壓老鷹 - 這個2.5分 - 我跟大師一起 - 我們這樣前面兩場都一樣 - 對 好不好 - 我這時候講英雄所見略同 - 會不會講有點假 - 沒有關係 - 對 我跟大師跟就對了 - 好不好 - 我們決定看好 - 一個老鷹隊過關 - 好的 第三場比賽 - 壓軸的 - 這個前面好像聊了有點久 - 我們本來只各開2分鐘 - 打分析而已 - 準備要留10分鐘給這場賽事 - 為什麼呢 - 因為 - 整氣被灌上狐迷的我 - 我狐 - 等壓軸要出賽了 - 好不好 - 我狐要對上的是Drey庭 - 這場比賽要先來看一下盤口好了 - 呼呼人欸 - 在我們錄影這個時間點 - 竟然開了8.5分喔 - 主場讓雷霆8.5分 - 然後總分是227.5分 - 8.5有點多欸 - 我們在舒嬅的時候聊天就覺得說 - 雷霆被浪那麼多應該是有機會 - 但沒想到賽前現在傳出一個消息 - 說Bron有可能會打 - 他應該會打啦 - 應該會打 - 你覺得他會出賽 - 你覺得他會出賽 - 通常我們在分析的時候 - 那種出賽機率一半一半的時候 - 他如果是主場 - 對 - 就是你就可以拉高的比重到七成會出賽 - 對 - 因為主客還是有差 - 他為了球迷 - 很多理由可以講 - 為了球迷 - 然後 - 回饋 - 怎麼能對得起那個買票進場的球迷這樣子 - 這曾經對不起了80場比賽 - 然後最後兩場想說 - 我對得起大家這樣子 - 總共有理由嘛 - 對啦 - 感謝一下 - 感謝一下 - 所以他會應該會出賽 - 然後紀錄的部分的話 - 我是還沒算過他大概要拿幾分 - 才能確定有得分王 - 或是比較保險的那個分數 - 但是實力上是覺得沒問題 - 他只要能出賽對上雷霆 - 其實雷霆目前是有誰能打 - 我都還念不出名字 - 我只知道Robbie這名中鋒 - 真的 - 我看到上一場比賽 - 他們的先發陣容擺出來 - 那個IGPO上來 - 真的就說 - 四個是誰啊 - 不認識就算 - 那個名字還超難念的 - 對 - 就是真的不知道之後 - 這四位是哪來的 - 但是他們也有機會 - 而且我覺得其實他們 - 其實因為確定無冤技術賽 - 反正這些放開來打 - 也是有機會 - 他們其實打的不差 - 但是胡仁隊目前 - 今天其實好像小規得40分嘛 - 就可能那個新魔拿掉以後 - 反正發揮比較好 - 是 - 因為大規不在 - 所以明天可能是寂寞的時候 - 就認真一點 - 認真一點 - 快沒球打了 - OK - 最後兩場比賽 - 對 - 8.5其實有點高 - 他們最後一場是客場對金塊 - 大概應該也不會贏 - 所以就想說 - 主場在這場 - 起碼在自家主場的最後一戰 - 在這個鄉親父老的面前 - 地主球員的面前 - 好好爭奪一場勝利 - 至少要解釋一下 - 我們只是因為傷兵不是實力不好 - OK OK - 好好好 - 如果再輸怎麼辦 - 對 如果再輸怎麼辦 - 我告訴你 - 我一整季挺我狐對不對 - 現在變你狐了 - 我告訴你 - 所以到底是不是 - 我看好雷霆 - 我林鎮倒戈 - 有那個8點5分受讓 - 對 有8點5分的受讓 - 小輸一點也可以 - 而且我覺得就是 - 我的心態啦 - 就是我假設 - 如果我是Lebron的話 - 我會出賽 - 但是我不會刷分 - 我要告訴大家說 - 我不會為了這個得分王 - 然後為了自己的成績 - 對不對 - 我是真的今年賽季 - 有受傷 - 然後大家團隊組合不起來 - 我要告訴大家說 - 我要幫助球隊贏球 - 他可能在明天狂傳助攻 - 但不得分 - 刷別的 - 對 刷別的 - 然後想辦法贏球 - 然後自己沒有拿到得分王 - 也沒關係 - 他就用這樣的方式來回饋 - 然後想辦法贏球 - 這樣也是另外一種刷 - 而且我還覺得有可能 - 就算刷了 - 就還是贏不了 - 然後胡人隊要以 - 寂寞10連敗作收 - 這麼慘 - 對 我覺得就是 - 我從季初一路看好他們 - 結果他們打成這樣 - 我現在就看隨他們 - 看他們會不會打好 - 如果會打好 - 那就是我的問題 - 好 - 好 從此就跟胡人就話 - 切八段 - 好吧 就這樣 - 好 切八段 - 小時候切八段 - 好 切八段 - 對 好 - 那你看好胡人 - 胡人 - 對 感謝 - 這個 - 甚至寂寞感謝季 - 要感謝地圖球迷 - 好不好 - 就是 - 好 看好胡人 - 可以讓8點5分過關 - 那我則是 - 這是我們唯一不同的一場 - 我看好雷霆 - 我年輕的球員放手去打 - 然後胡人隊老不然會上場 - 但是不會硬刷分 - 那最後是季末十連敗 - 這個AT一度喊出 - 季末要十連勝 - 打競附加賽 - 你看也沒有嘛 - 所以乾脆大膽的預測 - 好不好 - 他們季末十連敗收場 - 好 不管怎麼樣 - 就是我們在今天三場的預測 - 那大家也可以參考參考 - 到時候就再回來審視 - 記得不要到我的IG - 不要到我的Facebook留言 - 好 這跟我無關 - 但是我在轉播當中其實有提到啦 - 我們來總結一下 - 就是胡人今年的表現 - 我覺得一支球隊 - 甚至是一個球員 - 職業球員高低起伏一定都會有的嘛 - 對 你有可能本季打得很爛 - 或者說這個你沒有拿到大約 - 對不對 你很失望 - 都有很多低潮 - 而且我覺得現在胡人隊 - 包括像Russell Westbrook - 包括像Anthony Davis - 他們就是過街老鼠 - 人人喊大 - 因為他們現在在處一個非常非常的低谷 - 但我覺得就是現在的低谷off season這一切都要想辦法把他這個低調的度過 - 然後在明年這個2022-23球季的時候 - 胡人隊再竄起來 - 欸 我已經偷漏了 - 哈哈哈哈 - 又不小心內心那一支 - 但我真的是認為說他們是可以東山再起的 - 可以可以 - 就是在LeBron跟AD沒有移動的情況之下 - 我覺得他們其實可以再次想辦法竄陣 - 球迷都幫他們安排好了 - 都安排好了 - 都已經幫他們算好了 - 要找誰都已經列入名了 - 都已經送手了 - 大家都安排好了 - 都安排好了 - 都安排好了 -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好不好 - 那就是MBA JOSEN的第二季 - 我們再來把這個胡人抓出來 - 好好的來預測一下好不好 - 今年一整季真的很開心 - 這個跟這個小偉大師學到非常多 - 對對對對 - 那我們也期待說在今年賽季 - 大家可以一起來跟著我們欣賞 - 除了預測之外 - 季後賽也一定要持續的鎖定 - 我們一起來見證今年MBA的總冠軍 - 今天謝謝小偉 - 我是小帥虎楊正雷 - 我們下次再會了 - 拜拜